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的要成神仙也好 成菩薩、成法王也好 這才是真正的開始 這好像是蓋樓 那麼之前大家都是讓你們去準備磚、水泥、鋼筋、混凝土、木材 那麼在今天這堂課之前 實際上諸位都是在做這樣的一個準備工作 雖然你經歷了基礎初期 有的上了獅子班 有的還學了本尊法 那麼所有的之前的東西實際上都只是備材料 那麼準備,今天開始就要蓋樓了 那就是材料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那今天我們開始真正的建設自己的心中淨土 成就自己的肉身 這個命體開始轉變 成就自己的性體成為金剛 那麼是自己的心 那麼空性的心 還有自己的能生、能化、萬法的佛性 開始發揮作用 用他們來用自己的明心、用自己的佛性 來開始建築自己的月亮宮 建自己的淨土 建自己的寶殿 所以之前修心的功夫是否到位 那麼修性 對自己的元神 對自己體內的三魂七魄 如果武藏之神制約、轉化、去陰增揚 這些工作你做得如何 如果你做不好 在接下來的月夜環丹宮中 你會相對的吃力 甚至大量的修行者 因為種種的自己的業障現前 不能不如真實地建築自己淨土 修煉自己的法皇身 這樣的一個真實工程中來 也是他們前面的準備工作沒有做好 材料的製造工作 嚴選的工作沒有做好 那之前給大家講了 我們修煉實際上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簡單到什麼程度 就是做好四件事 哪四件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修心 修什麼心? 去人心、利道心 要有度化眾生 和眾生一道成佛這樣堅定的信念 這是修心的重要課程 也就是把自己的意識心八十都能隨時的止住 進入第九的真心 那這裡面有理論、有說教 更重要的是有技術方法給大家的操作 這是我們的修心這個部分的內容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修信 之前強調了我的法脈傳承中 我們是天原神修單法 屬於佛法中的遁成之法 不是遁悟之法 是悟了之後要成佛的遁成之法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在修心的基礎之上 第二個部分的修性 修什麼性? 性就是性體 就是靈光體 之前講了靈光點、靈光團、靈光體 靈光體就是傳統所說的身內諸神 諸神有陰有陽、地陰增陽 把陰的轉成陽的 最後把陽的轉成真的 變成透明的靈光體 變成五方佛體 變成五方佛老、五方道祖、五方五地 那這是我們修性工程中 從元神到慾神到聖神 要完成的偉大工程